那對方又賣了部分給別人 那當時在賣土地的時候都會覺得說 我口頭上跟你講就好了 還是口頭上講然後就不用去登記 當時比較不會流行登記啦 所以就變成說 長輩把這塊土地賣出去了 可是沒有登記 幾年後這個稅金開始在查的時候 我們家原來還有一塊地在那裡 那現在就變成說 那個後代加到中路 所以他就比較窮 賭張權 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這樣子我可以去把這塊地要回來 可是現在已經變柏油路 變柏油路應該要 所以還要解決就對了 應該比較難了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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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要往上走了 那我們要往上走了